大家好 我是陈寗 通常我在播音乐的时候 都是用数位串流的方式 我之前有讲过 CD 很好听 黑教很好听 可是因为我自己聆听音乐的习惯 就是放的音乐就让他一直播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起来换片 所以呢 我都用数位串流 那很多朋友就会想 那陈寗 你都用数位串流播放 那这音乐怎么来的呢 你是从哪里下载到这些音乐的呢 可不可以免费之类的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过去有介绍过很多 有数位串流的平台 有卖音乐的平台 那今天呢 我就整理一下 那跟大家讲一下 他稍微简单讲一下他的优劣势 然后呢 告诉你就是说 你怎么样可以去获得这些无损的音乐 那请注意 我只在意无损的音乐 至少 CD 音质 为什么 因为有损的音乐 那有什么好听的呢 你用个蓝牙耳机都听得出差异的东西 说真的 除非为了方便 或者是你真的觉得听不出来没关系 不然通常我是建议不要啦 都已经要玩音响了 你已经走进这个注意音 这种声音音质的殿堂了 那你还去听那有损音乐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这讯源绝对是重要的 那这个 我们之后可以再拍一支影片来讲 这讯源到底有多重要 但我们今天呢 就把重点放在一个 就是这些无损音乐到底要怎么来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你也想一套音响 然后陈寗我真的很喜欢音乐 我想听音乐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的严选商城 有已经配好的组合 那如果说 你觉得这组合还是好像 我想要更高级一点 或者是不太符合我的需求 那么呢 你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到LINE 的连结 直接加我的LINE 传LINE给我 我来帮你配 那我们就开始啰 其实像这种问题 非常多人问我 比如说像这位brother 他就问啦 请问一下 这么多的无损音乐库是哪里获得的呢 其实呢 无损音乐 你真的要获得他这三个管道 第一个呢 就是买CD来转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呢 你只要去唱片行啊 虽然说现在唱片行比较少了 但你也可以从比如说 网络商店啊 博客来啊 之类的 买到你喜欢的CD 那一张专辑你把他买回来 然后呢 你找个电脑的光解机放进去 转档就可以听了 这是最快的方法 你要直接转无压缩的Wave 档都可以 那你说那怎么样声音会比较好呢 其实这个是买CD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他转得好听 第一个 软体一定要注意 Windows 我建议用EAC 那这个Mac 我建议就用这个XLD 这两个呢 算是转档转出来 声音比较好听的 那他在纠错上呢 也做得比较好 很多朋友会说 转档就转档 那声音怎么会有差 我会建议呢 这种东西试试看 然后其实 我真的讲啦 这音响的东西呢 与其呢 去看人家说什么 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讲得头头是道啦 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 一天到晚在网路上教人家怎么玩音响的 然后批评别人玩音响的方式 结果呢 他自己却说 CD 转盘没有差 CD 转盘就是像我后面那个 Accuphase 那个 DP1000 他就是CD 转盘 他没有数位解码的功能 他就是纯粹把CD 档案读出来 他说那种东西是没有差的 好坏都一样 那我只能说 这就是 你这玩音响 你连这都听不出来 那你玩什么音响呢 所以你当你说我今天玩音响 而且玩了无损音乐 我就追求好听 追求极致的状态下 其实呢 CD 转档是因为很深的学问 你从你用的软体你用的硬体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严选商城 资讯栏里面严选商城 有一个 Mailco 的光碟机 很多人问我说 那为什么那么贵 3 万多块 其实说穿 他里面就是一台Pineer 的蓝光机 那为什么他那么贵 因为他里面的电源处理 他的整个异症的处理 整个全部把他打包好 做好差不多就这个价钱 那让你在转档的时候 声音更好听一些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 CD 转档呢 他的缺点就是麻烦 你为了转档他 你要买很多设备 然后在转的时候还要等 因为要转好听 可能通常用个4 倍或2 倍 也就是你转一张CD 要花15 到 30 分钟 非常花时间的 所以 这个这样子转 然后非常花力气的情况下 转出来又不是 Hi-Res 所以 通常我自己的话 现在如果那音乐 可以买到 Hi-Res 的话 那我就不会买CD了 因为买回来还要转档 然后转完之后那张CD 我就收起来很少听 我买那台DP 1000 但实际上我刚刚讲嘛 我很少有时间去换片 所以DP 1000 只有我 只要坐下来听音乐的时候才会用它 所以 通常我的音乐 就会从第二个来源就是用买的 什么叫做用买的呢 其实台湾比较少见 因为台湾的这个音乐串流 就被这个 Kick It Box 给毒霸 所以 我们比较少看到说音乐档案是一手一手卖你的 可是如果你看国外的话 就很多 尤其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日本嘛 日本呢 Sony 他有一个网站叫做 M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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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站呢 他里面卖的就是用一手一手来卖你的方式来卖音乐 但你一次买一整张专辑会便宜一些些啦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只买一首 比如说像我很喜欢那个鲁邦三世的主题曲啊 但是呢 就是那一首 这一首非常经典的 因为我整个鲁邦的专辑我就喜欢这一首 你说我要买CD 就整张鲁邦的CD都买 那我就觉得不太想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只买这一首 所以我把所有 Mora 上面可以买到的 那个鲁邦三世的主题曲全部都买 像这样子 我就是单独买一首歌 那这种呢 就是 Hi-Res 的档案 你付钱之后呢 你就可以下载他的档案 就是一个 Flake 的档案 然后他的里面包的是 Hi-Res 的 有的时候 96kHz 啦 甚至是 192kHz 之类的 甚至你要买什么 现在我们讲什么 DSD、DSF 那种高解析的档案 通通呢 在 Mora 这样的网站都可以买到 那你也可以在 Kobaz 也可以买 最近有个新闻就是 Kobaz 呢 把日本的 Eonkyo 给买下来了 所以以后呢 这音乐呢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购买的管道的选择 大家可以静观其变 如果你觉得说 Mora 还用 VPN 呢 什么太复杂太麻烦了 那还有一个选择 在大陆呢 也有 Sony 在大陆有一个网站 专门在卖这个无损的音乐 我的那个朗朗的莫扎特那张专辑呢 就在那边买 那是正版的 Sony 到日本 日本的 Sony 到大陆去开的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所以这个呢 第二管道就是要买的 那好处呢 就是 你就不用再买 CD 来转了 而且呢 你买下来的档案 比如说像我买的福山雅治的 Akira Akira 买回来就是 Hi-Res 96K 的 可是如果你去买一张 Akira CD 回来转 就是 CD 音质嘛 44.1K 还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好处呢 就不用转了 而且 Hi-Res 那坏处呢 就是你就没有 CD 啦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要一张 CD 嘛 就是你买了一张福山雅治的 CD 你可以拿出来翻翻啊 看到福山雅治好帅啊 可是呢 你买了数位档案呢 你就好像没买东西一样 就是刷了钱 然后买了个档案 到底干什么呢 感觉怪怪的 所以这个就是少了一个收藏感 那再来第三个呢 也是 最常见 我也最推荐的用法 就是 订阅呢 这个无损音乐的频道 不是频道 就是平台 比如说像 Tidal Kobaz 其实这是我最常讲的两个嘛 Tidal 跟 Kobaz 算是世界最大的无损音乐平台 它上面的音乐呢 甚至有些都是直接就是 Hi-Res 那这种音乐库呢 它的好处就是音乐很多 尤其呢 是在古典啊 或爵士音乐 这选择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呢 你想要买像以前啊 菲利普 他有出一个莫扎特大拳套 莫扎特大拳戟呢 就是他把菲利普旗下的什么 比如说像这个乐团啊 钢琴架啊 之类的 那他都录 全部的莫扎特作品 那这个套组呢 很难买 你现在要去买呢 往往就是买个三片五片 那可能就是 钢琴节奏曲 你会听到外面呢 有人很大声在讲话 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 这个 像这个莫扎特大拳套呢 他这个莫扎特大拳套 你现在要去外面买的时候很难买 因为他通常就是你偶尔呢 在这家唱片行 找到一个三片桩五片桩 他就买到 但是呢 你要一整套很难 目前呢 在台湾我看到 可以找到最完整大拳套 就是国家音乐厅底下的那图书馆 那一个月 每年要付年费才能进去的图书馆 那里面有 可是 你与其去那边那边慢慢借CD 回来听呢 你加入Tidal或Kobaz 那一整套在Kobaz里面 Tidal里面直接就有 你要听哪一张都有 所以呢 像这样的音乐库呢 其实我非常推荐 尤其如果你是真的是爱音乐 你真的就喜欢听音乐的话 这种音乐库一定要加 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专辑呢 你过去听过 就听说过有这张专辑 可是你没有听过这张专辑 在里面都可以找到 举例来说 像我之前讲的那个 拉赫曼尼诺夫 他自己弹奏 他自己的钢琴携奏曲 那个专辑 你现在要去哪里找 你去什么家家 去博客啦 你根本找不到那张CD 可是你只要加Kobaz 里面就有这张专辑 立刻就可以听了 而且他可以让你听到更多 不同的演奏家 不同的乐团 不同的指挥 演奏的同一首曲目 你可以快速的切换 在了解这个曲目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另外两个 第一个就是Apple Music 那第二个呢 就是KKBOX 那还有一个香港的 那这个呢 那这算是 比较二线一点的 无损音乐的平台 那他各有各的支持者 也有他的好处 比如说像KKBOX 有很多小众的乐团 在那个 Tidal 或Kobaz 上没有的 你去到KKBOX 上才有 所以 如果说你要有更丰富的音乐库呢 那刚刚讲的另外这三个 就是KKBOX 还有这 Apple Music 还有香港的平台 这些呢 你把它加进去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音乐库完善了 就算有些音乐呢 你在Mora 上买不到 CD也买不到 你也可以在这个音乐库里面去找到他 那这有什么坏处呢 第一个就是 串流平台的音乐 我自己实测的结果 他再怎么样 还是赢不过你直接买了档案 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 那比如说像在Kobaz 上面的 这个福山雅兹的 比如说像Akira 以前 我一开始觉得Akira 真的很难听 那个声音非常干非常扁 Tidal 上听也是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这Akira 到底怎么了 然后那时候看福山雅兹的专访 又说他用了新设备来录他的Akira 我以为是新设备的问题 后来我在Mora 上面买了 那个Akira 这张专辑之后 才发现我误会了 在Mora 上面买的声音 好很多很多 整体的中低频扎实度 那个结实的力道 好很多很多 然后才知道说 这是讲很好听的专辑 所以呢 我是这样子 如果这样专辑我非常喜欢 然后Mora 上也有 那我就在Mora 买 那如果都没有 那我也没有那么喜欢 就是偶尔听听就好了 比如说像一些Nutkin Code 的那个专辑 我就是直接在Cobaz 上听就好了 所以这个音质呢 第一个是有差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讲的 你订购串流的 你永远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被下架 比如说呢 像之前Cobaz 上面有那个三芒鼠的CD 三芒鼠是一个很有名的录音公司 然后他有一些爵士的CD 那个专辑呢 原本在Cobaz 有 我也很常听 就有一天呢 他就从Cobaz 上消失了 你可能就版权到齐了 就没有了 我就再也没办法听那张专辑 这种情况是有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张专辑呢 那我建议你CD一定要买 或者是这个数位档案 把它买下来放在自己很大的实力 而且多放备份 就算那个卖音乐档案的网站倒了 你还是有那个档案 那他档案可以属于自己 那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使用平台的问题 你Title 跟Cobaz 大部分的串流机都播放 你如果家里有 Roon 的话 也可以支援这两个平台 可是 如果你用的是 KKBOX 用的是 Apple Music 那你就很麻烦 你还要拿一个电脑 播放器去插在 DA 上面 声音又比较差 使用上比较困难 我觉得他本来平台的声音 就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结果呢 你又用一个比较没那么好的方式去播放 你就学商加双嘛 所以 用这个数位串流平台呢 还是有他的坏处在 今天讲的这三个呢 就是正版的 合法的 合理的呢 可以让你取得这个无损音乐的 那至于说什么 他去什么论坛下载的 那就属于盗版行为 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个东西了 就是 这个东西呢 你自己用用就好了 没有必要把他拿出来 广泛地推广 你如果不愿意付钱给这些音乐平台 那这些音乐平台 就不会付钱给那些音乐的制作人 音乐制作人没有钱 你就永远都不会再有音乐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还是要支持他 就像你支持我一样 你看我影片觉得说 陈寗 你太棒了 讲了这么多好东西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很喜欢我这支影片 我教你很多东西 这个地方呢 有个超级感谢按钮 你点下去 那就可以快速地 直接地 立刻付钱支持我 要不然做更多的影片 不然我每天做这边做这些影片 我吃饭太阳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内容创作者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觉得还有其他支持 就是资讯栏里面的频道会员 这频道会员呢 你加入第一个他会每个月支持我 第二个你也可以看到 我为这频道会员录的专属影片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那当然就刚刚讲的吧 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或者是呢 这个 资讯栏里面的严选商城连接 里面有什么 保护贴啦 严选保护贴啊 跟我用的一样的啦 然后严选的充电器啊 充电线啊 或者是呢 严选音响组合 比如说像我背后的这一套 这个呢 买回去一去 可以让你听到非常棒的音乐 听得非常感动 最近一位brother呢 他的这个802 D3 终于安装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听得真的很感动 太好听了 但我也觉得很感动 就是 我觉得好棒的东西 我也让你可以听到一样好棒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很棒 这就是 我这么喜欢推坑被人买音响的原因 这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嘛 对不对 那同样的音乐也是这样子 很多呢 大多数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音乐 在平台或者是网站 就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方式 都可以取得 你可以去找找看 都是很好听的音乐 以后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听音乐 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谢谢你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